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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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佛佛 有一位魏居士就分享自己的一個經歷 他說他在29歲的時候就歸 那個時候 世縣的師父就勸他要念佛 但是魏居士說他的興趣就是打坐參禪 而不是念佛 年輕人嗎?通常就是這樣 年紀輕輕 好玩 好動 單單佛號就不愛念 但是他不知道 人的業力不是看年紀 不是看時間的 業力一到 自己在那裡還在東摸西摸 可能就被業力就牽著走了 結果還真的 有一天魏居士在打坐的時候就聽到有聲音說 有人要抓他 就聽到抓他抓他的聲音 世周圍明明就沒有人 但是魏居士就聽到 打坐有時候不對路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 所以嚇到這個魏居士都不敢繼續坐下去 自從他聽到這件事情以後 其實他感到全身都不自在的 因為好像有什麼事情就即將要發生了 結果在過後的第三天他真的遇到瓦斯 爆炸 全身有一半以上都被燒掉了 想到說這個太恐怖了 所以他人直接是昏死過去的 他說當時 這段在醫院的期間 雖然外人 是看到他躺在床上昏迷的 但是其實他還是清醒的 就是神事還是清醒的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魏居士說 當時他感到全身非常的冷 看到四周圍都是黑漆漆的 就是很暗 很陰沉 而且感受到有人要把他帶走 遇到這種情況 當然他是感到非常的害怕 他說當時 真的感受到人的生命是無常的 因為前幾天還好好的 還在上班 工作 吃飯 睡覺 結果今天突然就變成這個樣子 魏居士就想我才30歲的人 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呢 其實他都不知道 關材從來就不是只有裝老人的 也不是說只是年輕人的 各位 關材裝的是什麼人呢? 關材裝的是死人啊 請問死人有看年齡的嗎? 當然不可能啊 現在年輕人找走的也很多啊 所謂孤墳 都是少年人啊 那一瞬間魏居士真的感受到 自己的生命要結束了 這個時候 他突然想到當初皈依的時候 他師父勸他念 阿彌陀佛的事情 平常都不愛念啊 就喜歡修別的 但是這個時候遇到危險就想到要念 結果還真的不可思議 就這樣念佛過了沒有多久 魏居士說他就看到有一道光明出現 就包圍著他 他說這個光明一到的一刹那 所有的黑暗 所有的恐懼都消失了 就是光非常的溫暖 好像小孩子躲到媽媽懷抱的那種溫暖的感覺 這是魏居士當時的情況 他所描述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 他耳朵突然就聽到 他醒了 他醒了 這個時候光就立刻消失不見 打開眼鏡一看 他就發現原來他是躺在病床上 剛剛被醫生急救醒了過來 所以從此他就知道說念佛的殊勝好處 也就這樣子開始念佛了 以前打坐餐禪 靠不住 還是念佛好 不是說那些法門不好 只是說在無償業力的面前 那些都來不及了 我們根氣不相應 無法當下得到利益 像畏居士這種情況 如果今天晚上突然就要掛掉了 那你靠其他的怎麼能夠來得及呢? 還是念佛最直接的殊勝 像佛所講的 光明變造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 攝取不捨 就是阿彌陀佛的佛光 攝取念佛人 凡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人 那阿彌陀佛的佛光就到了 你看 佛沒有說打坐有佛光 也沒有說送經持咒有佛光 就只有說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才有阿彌陀佛的佛光 攝取不捨 所以哪有哪個法門比念佛還快呢? 阿彌陀佛的佛光就是專門保護念佛人的 就像剛才所講的 好像媽媽抱住孩子那種感覺 很溫暖 很受到保護 結果你看 當時還真的幫助 V局是化解了劫難 V局是說如果當時還沒有念佛的話 他感覺他是墮入三二道裡面的 因為都是陰沉沉 非常的冰冷 那那個時候可能真的是墮入三二道的情況 但是沒有想到 一念佛 佛光就到 就這樣子 突然就醒了過來 所以什麼事情都能等 就是念佛這件事情是不能等的 有些人說 師父 念佛要等一等 等我老的時候才來念 那請問 呼吸 你是等到老的時候才來呼吸嗎? 身體需要呼吸 但是我們生命也需要呼吸 生命的呼吸 就是念這句 《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這是救我們的法身會命的 是不能等的 你看 當時這位位居士才30多歲 如果當時真的沒有念佛的話 就這樣子完蛋了 別看那些不念佛的人還沒事 沒念佛的人還沒事 他也只是在消耗自己的福報而已 而我們現在念佛 是每一身佛號都有佛光 有佛光加持 一切的福報智慧 就像火箭一樣就衝上天了 所以這就是天心菩薩所講的 盡光明滿足 你看 阿彌陀佛的佛光本體是清靜的 所以自然佛光加持我們就有利益 莫阿彌陀佛 讓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海納百川 豪 肉 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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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